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国中产党》 今天我们会谈六四 因为是30周年 有什么事先说呢? 两位 先说 我这样说 因为我很难说 由六四、七一、雨晒运动 每年的游行 从未参加过 不参加过 不代表不能说 反而不参加过 才能客观到这件事 现在太多人的问题 就是他身处各局中 经常用自己的角度去分析 或者去陈属一件事 你便会明白 为什么人们经常说 香港越来越多人不关心六四 你想想,谈谈那些人 就是因为泰国围内感染 因为从来都会关心过 很难说 不,但你作为一个时事评论 你作为一个观察者 你可能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我当然知道这件事 对 所以不会没有东西说 对吧? 我只是这么说 那件事 我以读历史的人来说 是发生过 有些必然性 有些必然性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这样做 不如我应该给他搞 然后我自杀 死了 幸好好过 不应该这样做 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你现在平反 或者我拋个问题出来 有几个角度去看 例如我先申报利益 因为六四、八九年的时候 我正在读中午 我曾经上街 那一年代 跟同学等等 所以也见证着 后来我又去了美国 见证着 慢慢 久了时间 人们会冷淡了 有时 可能你几周年 又会多一点 有上上落落的文情 我只是见证着 六四之后 有几个新盘出 真是空缺了 没有人买 在九同城 我印象很深 因为六四前 其实楼市并不是会差 虽然经历过中英年 有声明 印象就是这样 六四是唯一一天 全香港所有股票都跌 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平平反这件事 是两个很不同的角度 一个角度就是 我早不知几年前 不是很久的 有人预测过 共产党将会平反六四 有人预测过 早一年期就是 你当年有份参与的官 都已经死了 差不多 变成追究责任 那些是不关我们的事 之前有这样的说法 现在看走势 就好像这个预测错了 这个是从执政的角度 究竟他们会不会 怎样看这件事 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 和文革的看法会怎样有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可能Henry会多一点资料 这个是问大师的 另一个问题就是 就算我当年有学生的时候 有上街 但是我现在慢慢 年纪大了的时候 都会找到 即开始会反正 就是说 如果你跟政权 叫他反正的话 不是 叫他平反的话 其实如果你不认同 那个政权的话 是没有理由 要他平反的 即是你跟他说 要他平反的话 基本上你已经 已经认同了政权 譬如有人打劫 打你一身的话 你不会找警察去捉他 你不会找一个拆头 叫他说 你帮我平反 即是不会这样的 不叫你八角联军 认错 我就要推回你门路 是的 有这样的想法 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问大师 好 我说一说 就是一个纯从Maccavally 式的看法 就是纯从什么 纯从政治现实来说 其实 学生运动 他们不放在眼内 正如他们的与世运动 他们不放在眼内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学生运动 那个turning point 就是赵紫阳去 是 因为赵紫阳是 国家理论上的元首 所以如果赵紫阳 结合了学生民间 是会对当时的政权 是有威胁的 就是邓小平控制了军队 但是如果政府 就是单逢赵紫 或者是单逢学生 都对当时的时候 以邓小平为首 即是以军方为首的政权 是有 是没有威胁的 单一方 但是两方合起来之后 就是说 就会对他真实有威胁 所以当时的时候 就是六四事件 就是这样的发生 就是由赵紫阳去到 接着之后 邓小平觉得是作法 但其实他去那时 已经是迟了 他已经说 我觉得他去那时 其实已经是 大小已去 可能去之前 我想他反而是最担心的 他最怕 因为他那时还是什么 那时我记得 他去了北韩做出事 再回来 就已经开始被人架空 可能那段时间 他就怕他架空再回来 我说了第一个 第二个 也是纯从政治利益来说 共产党可以接受民革平凡 因为民革受害 全部都是共产党员 就是说后来掌权那班 就是民革受害那班人 所以他必须要平凡 但是如果不平凡 他怎么再走上路 就是邓小平打了下去 那现在掌权 他不能不平凡 但是这次六四的受害者 是没有在现阶段掌权的 他做什么要平凡 除非平凡是为了去打击一些政敌 如果不然我看不出有任何平凡原因 平凡不会好了 但是会双的 因为如果这次他的平凡是六四的 下次他平凡是这个 又他平凡是那样 又他有一些什么 那就会搞到整个执政 就是这样说 如果是你纯从政治现实来说 他平凡 我不能說應該平反,還是不應該平反 我只是說純粹是正戰神 平反對於他的管治是有影響的 是有反後果 先說兩件事 第一,其實有兩個關鍵字 一個平反六四,一個無亡六四 我經常都覺得現在的支聯會 或者老一輩的,即現在是黃絲 經常都叫年輕人無亡六四 大前提是要經歷過那件事才會忘記 如果沒有經歷過後期的事 要是你加諸上去 所以現在還說無亡六四 你很明顯看到我們所謂香港支持六四那班人 其實他們沒有那種生火相傳的想法 因為你有生火相傳的想法 你就不應該說無亡六四 叫他們認識六四 無亡六四就是你們自己為內的人為母 事實也是 現在很多的支聯會宣傳 全部都是說當日我怎樣親身經歷 你怎樣營造到那種共同的認同感 令到一些沒有經歷過六四的人 他都會感同身受呢 第二當然就是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其實你一早已經知道 平反六四就是你承認了政權 你又要求日本向南京大屠殺 日本侵華道歉 因為你已經承認了現在他的政權 你承認了他的政權 你才會要求他道歉 你要求平反六四就是你承認了 如果中共的政權認為他有機會變好 所以你才會要求他平反六四 要不然你就應該要打倒共產黨 一開始支聯會已經很簡單地告訴你 他就是敢打倒共產黨 我覺得這個問題在這裏 我亦都是前途一個政治 即是我們講基督教 基督教為何是可以得到的 大家都從來沒有叫他耶穌的 在世方的時候 為何耶穌會這麼厲害呢 OK 原因是大家正在沒有叫他耶穌 可以將他神化 所以假設如果六四事件的時候 那些什麼風蟲德 柴領 不要在全部都關掉的時候 OK 無望六四 那些人 因為那些人大家認識的 那你可以有一個造神運動 於是你無望六四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懷念 即是譚志同那樣 必士來志同開始 現在那些人六四的領導 全部都 大家看到那個老母長在這裏 原來死的那些 原來死的那些全部都是蒙蔽人士 OK 你搞不到一個造神運動 你搞不到一個什麼的時候 很難 即是整個運動很難 再重新炒氣 即是別人的市場 即是純粹政治市場來説 他那樣東西 因為那些人全部都在那裏 現在大家看到 即是法輪功那個人 李誠子 李誠志 李誠志你見不到他的 那時候你就可以有一個造神運動 即是現在的六四 這個人類對於一個事件是很難的 具體化 你一定要有一些神在這裏 神級的人在這裏 死了或者死了 這樣你才能做到 那現在大家呢 其實你風蟲得暗 柴連吳宇哀欺 他走出來越出來得多 黃丹 越出來得多 六四就越壞 嗯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要說的就是 你香港人就經常都覺得自己 不要把自己看得那麼高 你支聯會有支持 即是香港搞六四買會的人經常都說 我們六四就是現在中共最睹眼睹鼻的一個集會 我們就是反映了對於中國民主訴求最大的一個地方 我不否認可能它真是最大 因為真的有十幾十萬人去 高峰時期 但問題就是中國大陸是否真的忌憚 他經常都拿什麼例子呢 你看看他這次又不讓風蟲得來香港 他又不讓哪個民運影就來香港 你看看他多忌憚六四 所以我們更加要去令到向中共施壓 即是他搞錯了這件事 他不讓一些人來香港 或者他要打壓你們那些什麼六四紀念館 不想讓你們那些六四有那麼多人去 不代表他怕了你 即是他去鎮壓你或者他去迫害你 純粹是告訴你我就是看你不順眼 這是一種權力的張意 即是我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 你經常都覺得這件事的功用很大 結果經歷過三十年後就發現他完全沒有用 就是你會看到國內的民主運動 在你們不停支援下越打越縮 你就會看到你們經常都說會成功爭取的東西 最後都爭取不到 結果神話破滅的時候 有很多人不相信你 有很多人就覺得 我跟你的那套做 或者我依巡你的那套做 那就是不合理 這個我覺得很奇怪 你覺得過份香港本位 覺得香港是一個反共基地 但是你連推翻共產黨都不敢 你覺得香港是可以令到中共很忌諾 但實際上就不是了 我見識到很多一些 我不是很多 因為其實都不是識到很多 是一些內地人 但是那些內地人 多數我認識的內地人之中 我不知道 因為通常都是資訊比較發達 知識分子 通常都知道六四的 但是他們心目中都不會想平反 如果你平反六四的願望 是在香港發生的 而那樣東西 你是反攻不了大陸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效力是會有限的 即是你在香港 即是說六四你要平反六四 你不如看看六四遊行 究竟有多少人是自由行走過來走 那我就反過來看 即是你們經常都說 什麼港獨不可能 又說搞什麼政治不可能 如果你要建設民主中國 才是一個最不可能的事 因為問題就是 你們所有跟他連結的人 現在都在大陸被打壓 你說不是 有幾個是掌權的人 你現在連結他 那我就覺得 真的有個意思 這樣說 建設民主中國 應該是難過港獨 是 應該是 因為這個獨立和推翻政策 因為你還可以獨立而獨立 對 然後最後還有一件事的意思 究竟這個六四晚會 即是我們現在出街已經過了 它是一個悼念活動 還是一個民主運動 現在很多人都撈亂了 而且它會挑選來說 在這件事 人們覺得沒用的時候 他們就說 這個是悼念活動 你無論如何都要去 你不要把它當成一個民主運動 你亦沒有給它任何人利用 好啦 我去說 人們覺得這件事 其實是純粹獨立活動 我沒有必要去的時候 他們就說 不是的 這個維園燭光 始終都會令到中共忌憚 你都會發揮到一些力量 支持到民主 中國的謎權人士 即你那種選擇性的挑選 將它兩個解釋 不停地抽換 其實這也是一種搞鬼變化 令人會犯狂安 我覺得是這樣 香港人都這麼歧視這些資賴人 我們就不如支持這些資賴人的民主運動 不是這樣 那些是大中華膠 即是不同的 但現在年輕的人都不承認你那些大陸人 那你們又怎會去支持民主運動呢 即是對嗎 我們是本土派 你在搞本土裝甚麼 我們怎會支持呢 即是很明顯的 即是說得 退回一點點 即是你覺得 八九年代的學生是值得尊敬 值得支持 但那些年輕人覺得現在那些不是 不值得有 柴玲李錄都回到大陸 如果你套用泛民的想法 當年他們一定是收到共產黨錢 去拆大台 拆大台 那就成功了 搞到別人鎮壓到 現在不是回到大陸論功行上 不是柴玲怎可以回到大陸 為甚麼李錄的都可以回到大陸 即是你會發覺這件事 是很難自然 其實很難一個完整的架構去解釋整件事 暫時撈得不撈到大陸 撈得不撈到大陸 撈得不撈到大陸 我再諷刺一點 當年留在廣場鎮壓那些甚麼廣場派 全部都能回到大陸 要求撤退不宜開稀那些 全部都不能回到大陸 那是否當年要求留在廣場那些人 全部都是鬼 即是這些事 你一天不去疏理 一尾只是說 總之我們要蒙亡六四 天安門當年有死人 我們總之去六四觸光反會 就會令到大陸督眼督鼻 即是太錯誤了